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一致良 维摩杰居士的时代 就有人一群年轻人 去跟着一个维摩杰居士说 哇 这个佛德在世 非常的殊胜 不知道佛法说什么 那么维摩杰居士就跟他们说 这个佛法说什么 说什么 也是说的这一群少年 真高兴 他就说哇 有够好的 维摩杰居士说有够好对吗 不然就来出家 还好这一群年轻人是懂事的小孩 他说我有问过我爸爸和我妈妈 问了家里的父母的意见以后 这群有些人说很遗憾 有什么 出来的有些情况不允许 不能够出家 感觉到非常的干扰 维摩杰居士说 不用干扰啦 属性胸 什么要做出家呢 事实上出家有四种 1 2 3 4 第一种 就是外表身 身体的身出家 内在这个什么呢 心出家就是 身出家 心也出家 第二种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外表没出家 我们的心呢 也没出家 每天在家里看连续剧 看连续剧也很好 充这个收视率 但是呢 没有想要处理的心 这上回 身不出家 心也没有出家 第三种是什么 身出家 就是外表有出家 内心呢 没有出家 最后一种是什么 外表没出家 但是内心出家 所以这个维摩杰居士 就跟大家鼓励 说可以 身不出家 心出家 但是新出家的意书就是说 虽然在我们的一般的社会里头 要尽这个社会的责任 但是 也要修行 要文师修 要有内容 可是要怎么修行呢 就是要跟大家介绍这个 相关庄园 一百一十二期 唯摩杰的智慧 唯摩杰居士 就是最好的 他外相 他没出家 但是他修行 修得很有心得 在这个生活里头 如何有智慧 祝你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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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我 是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